空腹血糖,餐后血糖,哪个更重要? 搞不清楚,你的血糖都白测了。 刘大叔今年63岁,在去年被查出罹患糖尿病, 之后他一直很紧张,在网上各种搜索可以控制血糖的方法。 偶然的机会下,看到一篇文章说吃素对降血糖有好处, 于是他开始严格控制自己的饮食,完全不沾昏腥。 开始的时候血糖的却有所下降,且身体也瘦了一些, 但随着吃素时间的延长,他发现血糖越来越不受控制了。 即便如此,刘大叔还是没怀疑是吃素导致的, 觉得是运动量不够引起的,在吃素的同时又加大了日常的运动量。 一天,他在运动的过程中突然出现了恶心, 乏力、呕吐的症状,之后直接晕倒在了地上。 送往医院后,确诊为酮症中毒, 饶是经过全力抢救还是没能挽回生命。 医生称,吃素和降血糖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如果长期吃淀粉,糖分含量高的素食, 反而会导致血糖上升影响健康, 糖尿病患者日常不能盲目吃素。 一,素菜也会生血糖,四种素菜糖有尽量少吃。 陕西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全科医学科医护人员表示, 素菜的不同做法对血糖的影响程度也不同。 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日常要少吃这几种素菜。 芋头,芋头内的主要成分是淀粉和主食的淀粉含量相当。 在吃芋头的时候,要适当减少主食的摄入量, 否则会导致血糖上升。 土豆,土豆内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很高, 也是主食的一种。 吃100克土豆建议减少25克的主食摄入。 烹饪土豆建议以炖或蒸等相对清淡的方式。 莲藕,莲藕内的淀粉含量也不低, 且含水量很低, 大量食用容易导致血糖上升。 糖尿病患者日常食用一定要控制量。 干百合,干百合内的主要成分为碳水化合物, 要控制摄入的量。 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 在家就餐的时候还能自己控制烹饪方式和食物, 在外出就餐时就由不得自己了。 建议在外出就餐的时候尽量不吃勾芡的食物, 带皮的禽猪肉要去皮食用。 芝麻酱沙拉酱尽量不吃, 含油量较高的食物可以去油后食用。 二,空腹血糖, 餐后血糖, 哪个身高更危险? 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都是诊断糖尿病, 以及病情监测的重要指标。 无论哪个指标升高都对健康不利, 二者不能相互替代。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姆一鸣表示, 餐后血糖指标会显著影响并发症的发生风险。 本身处于糖尿病前期的人, 餐后血糖上升过快会加速发展到糖尿病的进程, 甚至会直接发生心梗。 正常餐后两小时测量的血糖应7.8毫米OL, 因我国群众的饮食习惯多以主食为主。 碳水化合物的比重很大, 如经常会吃面条、米饭等。 这些食物摄入过量很容易导致餐后血糖大幅度上升。 新加坡的研究人员曾在临床营养学上发表过一项研究。 研究人员分别实验比较了第一口吃不同食物对餐后血糖的影响, 结果发现先吃菜、先吃肉、按菜肉饭的顺序进食, 都可以显著影响餐后血糖,不会大幅度波动。 而先吃主食再吃肉菜的模式, 餐后血糖的上升速度最快, 肉菜饭混在一起吃。 餐后血糖上升的速度第二快。 北京医院内分泌科主任郭立新教授表示, 糖尿病患者吃饭时第一口吃什么对餐后血糖影响很大。 糖尿病患者最为合适的饮食顺序是先喝汤, 再吃蔬菜肉菜,最后吃主食。 注意,进食要保持细嚼慢咽。 对控制餐后血糖也有好处, 且不可呼伦吞噪的进食。 三,抓住关键期做好五点, 糖尿病可逆转。 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肖新华表示, 就目前的医疗水平而言, 糖尿病是一种无法治愈的终身性疾病。 但近年来有研究发现, 早期,高体重的二型糖尿病可通过强化饮食干预, 降低体重等措施来让代谢指标恢复正常, 达到临床缓解的状态。 甚至有部分患者可以很多年不需要使用降糖尿, 逆转的关键期为糖尿病前期。 在这个阶段,需要做好这五件事。 一,主食选择全谷物DGI食物。 主食内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 尤其是常吃的精细米面。 摄入过量会导致餐后血糖大幅度上升。 想要延缓餐后血糖上升的速度, 要将主食适当换成DGI, 膳食纤维丰富的粗粮。 二,控制油盐糖的摄入量。 在烹饪时要减少油, 盐、糖的添加。 这些调味品添加过了会导致食物的总热量增加, 容易让餐后血糖骤升。 三,不要熬夜。 熬夜会导致身体内环境紊乱, 对血糖的控制也较为不利。 建议晚上十点开始准备睡觉, 尽量在十一点前睡着。 四,戒酒、戒饮料。 饮酒的同时往往会配上很多高热量的食物。 这样一来,会让总能量摄入过剩, 导致血糖上升。 饮料内则有大量的糖分, 也会导致血糖上升。 五,积极运动。 运动是最好的降糖方法, 建议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运动。 运动可帮助消耗身体多余的能量, 降低体重, 还能改善胰岛素抵抗。 糖尿病是现在非常常见的慢性疾病, 一旦确诊基本就无法治愈。 对此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尽可能去预防糖尿病发生。 四,医生提醒。 预防糖尿病, 做好五件事就行, 一点也不难。 一,每周要定时运动。 现在很多人因为工作以及生活比较繁忙而让自己缺乏运动, 而有研究调查运动能够帮助激活身体胰岛细胞的活性。 相对于没有经常运动的人来说, 每周坚持运动四个小时以上的人患上糖尿病的几率要比没有运动的人低。 因此在平时要适当的运动, 坚持运动能够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还能够降低糖尿病发生的几率。 二,多吃一些粗粮。 现在生活中很多食物大多是经过精细加工的, 里面所含有的营养物质大多被破坏, 因此在平时可以适当地吃一些粗粮。 粗粮中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 膳食纤维可以帮助降低餐后血糖的上升, 还能够促进肠胃蠕动, 帮助排出身体堆积的毒素。 因此大家在平时可以多些一些粗粮。 三,少吃快餐。 由于市面上大多数快餐在烹饪的时候都会加入过多的油脂, 就会导致食物的热量增。 如果经常吃快餐就容易让身体出现肥胖。 而有研究调查, 肥胖和糖尿病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身体过于肥胖的时候, 患上糖尿病的几率就要比较高。 四,让自己有足够的睡眠。 生活中大多数人有熬夜的习惯, 而经常熬夜会让自己的身体代谢发生紊乱, 也容易让内分泌出现异常。 这样就容易导致身体的各个器官运作出现问题, 也容易影响到自己的情绪, 进而让自己患上糖尿病的几率增加。 所以在平时要尽量不熬夜, 按时睡觉,按时早起, 能够让自己有一个好的精神。 五,减轻自己的压力。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 很多人心里的压力是越来越大, 特别是一些上班族, 而压力过大容易让身体情绪出现问题, 以容易影响到内分泌。 另外有调查显示情绪的稳定和糖尿病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一个人情绪长期处于不稳定, 压力过大的状态下就容易引发糖尿病的出现。 因此大家要知道, 如果自己压力过大, 也就要适当地放松压力, 让自己能够放松。